另外在花莲海边 我们发现了一位断了右手掌的民宿主人 独臂艺术家骷髅 手臂装着铁钩 外形看起来又很酷 活像台湾版的虎客船长 但其实他是个冷面校将 常常装上不同的手掌工具 像是装上铁钩去搭捷运 就直接这样勾住 或者装上这只刀 直接去餐馆吃牛排 就这样子用手切 真的惊悚度破表 而当有人问他 手到底是怎么断的 他总是可以想出 一百种不同的理由 让人蓬富大笑 但事实上他真实版的原因 其实一点也不戏剧性 国中的时候 为了贴补家用到工厂去打零工 因为操作机械而断了手掌 曾经有十年的时间 他的人生都处于低谷 不但到处应征 都没有人愿意用他 还得遭受旁人异样的眼光 因此他开始在台湾各地 到处流浪 曾经做过粗工 也混过帮派 只要谁给他饭吃 他就跟着谁 对人生感到愤怒又失望 后来他领悟到 人不是在比可怜的 于是开始运用老天爷 给他的艺术天分 创作皮雕或灯饰 闯荡台湾各地 一直流浪到花莲 终于停下脚步 他领悟到 如果我有一双手 也许这个世界根本不需要我 但我少了一只手 我却能够给予的更多 在花莲海滨 朴实的房子里头 他找到了另一种 人生的答案 如果你的手是怎么了 被狗咬的 鸡娃娃 有一天我喝醉的时候 我要去领钱买酒 就不小心摔倒 然后那个自动门就这样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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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断了 松鱼来不及 灰白色的浪人发型 右手装着吓人的铁钩 胸狠十足的模样 宛如真人版的骨骼船长 有的时候断了一百种方法 被水咬的 鲨鱼咬的 被狗咬的 有一天 我就跟一群朋友讲说 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 是我真的故事 然后我就讲 大家都开始笑 我跟他们讲真的 他们也不信啊 隐身在花莲 台十一线十一公里处 看起来杀气爆表的 民族主人 骷髅 其实是不折不扣的 冷面小匠 这个骨骼是真正老的铁 人家在爬腿那种 然后我一直去找杯子 那个酒吧里面 有勾勾的 有提把的杯子 卡通都是这样子啊 都是勾那种的啊 后来全部勾不起来 没想到 叉叉啤酒的杯子 它就刚刚好 断了右手的他 最初只是想看电影一样 用特制的虎克手 来喝啤酒 后来才发现 这只手实在是效果十足 我的心愿就是勾结运 就一上去 大家都 没有讲话 又很镇静 我知道我不能犹豫 不然我就不敢 所以一上去就很自然 就哭住了 然后他们就 大家都开始拍照了 啊 证据 只是没想到 随着朋友 做给他的给心越来越多 他整个人的惊悚指数 也跟着接接上身 我有带这些去吃牛排过 真的吗 它很好用 可是我只带一次 我从此以后就不敢带出去 为什么 然后牛排送过来 以后把它带着 就开始吃了 一块两块 差不多三块四块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人家旁边隔壁 就是这样看 然后连老板在那边弄 当老板也这样看 所以除非认识的吧 不然对啊 他太恐怖了一点 因为我就真正 下次去明明 一支牛排刀好了 这样不会吓到我 两种不是一样都是刀吗 天马行空的他 最大兴趣就是搞笑 而断掉的手掌则成了他 百用不利的效果 强力吸铁啊 我想到主持人要反问我的时候 我就把麦克风吸过来 然后没想到 现在没有麦克风 也就早晚半天 没有麦克风 所以那次就求到 我这个只是 不负解的客人 我才扣而已 所以老实讲 他都是搞笑用的 喜欢笑 你会看人家笑 就像自己笑一样 对啊 我希望 我小时候有想过了 希望 在葬礼也能笑 他只是笑而已啊 跟哭一样意思啊 欢笑背后 有太多数不尽的故事 1968年 出生在基隆 国中时期的骷髅 为了贴补家用 到工厂打工发生意外 右手掌被截肢 人生从此充满愤怒 自卑自大 自欺欺人 身手不见五指 全来了 反正就差不多十年了 我常常进去店家里面 人家都以为 我是跟他要什么东西的 然后后来 我只是来买东西 换他们很不好意思 意外断了手掌 年仅16岁的他 处处遭受异样眼光 还得要被迫 提早面对 社会的残酷无限时 没有一个工作 他约让我试试看 清洁队我也去应征过 他们也说 扫一只手不能打扫 那个 警卫我也去应征过 他们也认为 我没有说服力 其实我也是 心中想说 找你们里面 最会打得出来 打一架嘛 你就知道 谁可以保护谁 我最后都会 加上一句说 如果坐满一个月 你认为不满意 我可以一块都不领 就是保证他满意的 可是还是没有 要求机会 甚至好不容易 得到的工作机会 最后也因为 没办法 考机车驾照 而被迫放弃 所以我没办法吹油 那个台中飙车族 我载他们 他们都会怕 我一样跟他们用 用手吹 所以很多人 每次我要骑车 他们就会出外看 不想让人看不起 为了证明自己 不是个没用的人 他宁可在伤口撒盐 也要让自己更强大 以前我的手 当痛的时候 我出去逛夜市 你碰到我 我就得趴下去了 很痛 因为骨头里面 从来没有触碰过 然后就是练沙发 就可以把它练好 23岁那年 他的环岛人生启程 流浪在全台各地 和生活搏斗 他做过出工 混过帮派 只要谁给他饭吃 他就跟着谁 就连煮菜 也难不倒他 他要用慢的 我垂蒜头 他们就说 我根本就是天生垂蒜头的 我和那个面团 他们就说 你根本就是生出来和面团 虽然少了一只手 但十八般武艺 样样都能会点皮毛 2009年 他来到花莲 在海边的老房子里 找到了留下的理由 其实我胜的只有勇敢 就是敢 敢换一个环境 其实换一个环境 不是那么荣誉 我从小就有想过 要过这样的生活 不是开明宿 是创作 足够就好 足够就好 是真的很快乐 晚晚往海边走去 拥有奇特花纹的美丽石头 充满未知故事的漂流木 这片无人海滩 都会用不同角度看世界 人生风景因此变得很不一样 我们除了院子 那个木头以外 都是完全买材料镜 不然整间民宿最多包括一千块买过木头而已 房间角落有用锈石背铁做成的艺术灯饰 也有用漂流木 结合皮雕 打造的木头灯座 饮料拉环 做成了钥匙链 任何不起眼的耗材 到他手中 都能成为一种生活艺术 身体残缺的伤痛 生活的不顺遂 是他创作的动力 如今他在花莲海边 找到滋养生命的养分 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周星驰的功夫 一个女生不是踩到香蕉皮摔倒 要是他有学功夫的话 就可以站住 其实我的想法也只是这样 如果每个人都来学一点艺术 我相信社会不会那么多问题 因为我自己周遭的人都是问题人物 包括我爸爸 我的妈妈都是 都是在社会比较小角落的 甚至比较黑暗一点的地方 生长把玩带大的 我看着他们呢 在台湾的风气是什么 打打麻将 没了 如果他们的风气是画画 做个灯 不得了 断了右手 让他走遍台湾各地 结交许多好友 更学会了艺术创作的武功 他常常问自己 如果人生重来 他的答案会是什么 让生命自己找出口 然后现在要把手装回去 我才不是很想要 第一装回去 我就没有勾勾了 有手的时候 我都忘记了他 但是没手之后 我还是忘记他 现在的他领悟到 虽然少了一只手 但他能给予的却更多 面对困难 他用勇气累积出 丰富的生命故事 也在花莲海滨 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